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很壮 但是它的出苗速度非常快 因为炉头暴露在外面 出苗速度快 第一年想要壮苗很难 一般来说是 像我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种植 那么它当年就会出苗 当年出苗是不壮的 第二年 就是2019年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的苗会比原先的苗会壮一些 那么今年出来的苗就不一样了 从这个叶甲的宽度可以看出来不一样 特别是这一盆 特别是这一盆 从叶甲的宽度探算 它比原先的老苗强壮很多 而且发苗率也非常高 这一盆 一 二 三 四 五 后面还有个六 它总共的圆盆的苗 就是说在今年春天以前 圆盆的苗只有五苗 现在发来六苗 而且这个六苗都非常的健壮 所以我觉得这个种植老炉头 或者是在封苗的时候比较老的 苗林比较大的那些 封下以后单独栽种呢 应该是栽种的浅一点比较好 浅一点你不要指望它一年就能复壮 一年复壮只是不大可能的 第一年养一年 第二年呢 它就会慢慢的复壮了 因为种的浅一点的话 它来苗比较快嘛 你种生来苗慢 即使长一个壮苗的话 你这个蓝猪要想发达起来 比较难 或者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可测的因素 病虫害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那那个蓝苗夭折了 那你这个五老炉头就失败了 所以呢 种植稍微种植前一点呢 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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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好处